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是 北京 2015年7月31号 国际奥运会主席巴赫 在国际奥运会第128次会议上正式宣布 北京获得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权 这是北京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之后 第二次与奥运结缘 这也意味着北京将成为第一座同时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城市 在举国欢呼深奥成功的同时 冰雪运动也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爱好者 尤其是近年来在国内放心为爱的冰球运动 更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冰球在冰面上进行 极快的速度 激烈的对抗和冲撞 快速攻防转坏 都是其他体育项目很难同时拒约 因而冰球自然成了一项极富魅力的运动 作为北方的代表城市 在沈阳就有这样一支酷酷的冰球童子军 在2015年10月结束的哈尔滨少儿国际冰球邀请赛当中 来自俄罗斯韩国和中国各俱乐部的200多名冰球小将同场竞技 一支新生的少年冰球队在8到12岁主角的对抗当中脱颖而出 表现强